行車記錄器拍下行人要過馬路 往前走就快要到對面了 沒想到這時候一輛汽車要左轉 竟然都沒有煞車 是沒有看到有行人嗎 直直往前衝 結果下一秒 汽車直接撞上行人 行人遭撞彈飛 其他用路人全看傻眼 是開車沒有注意到有行人嗎 事情發生在高雄南子區 10號早上7點多 這名行人在過馬路 一輛汽車要左轉 卻疑似沒有注意到 竟然就直接朝行人撞下去 行人遭撞噴飛好驚險 還好人送醫後沒有大礙 同樣是行人遭撞 也發生在高雄仁武區 行車記錄器畫面拍下 夜晚天色很暗 一名行人穿著暗色衣褲 在過馬路時 卻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這時候一輛機車直行 疑似態案沒有注意到 就直接撞了下去 機車撞上行人蹦得好大一聲 全部都摔在地上 痛到哀嚎反滾 意外就發生在高雄仁武區 10號晚上9點多 行人過馬路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還闖紅燈過馬路 天色昏暗騎士騎過來 就直接撞上去 連人帶車一起摔 事後行人說自己有錯 和騎士留下聯繫方式後 就自行離去 行人過馬路卻遭著轉汽車撞上 讓整個人被撞到噴飛或是晚上過馬路 闖紅燈又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遭執行機車直接撞上 還好人都沒有大礙 但真的很危險 記者高雄賽訪報導 整群學生排一排坐 副班道手持愛的小手 對著綠衣學生出手攻擊 截著粗暴駕住學生 拖除教室 這一幕竟然是出現在上課中的 補習班 家長得知狀況 看到這幕簡直心碎了 因為學生不只遭受暴力對待 事後更轉述 期間還遭到男子的言語辱罵 聲稱要以社會事解決 事後家長找到補習班理論 卻發現實行暴力的副班道 竟然是位高中生 事發在桃園市 一件文理補習班 家長認為補習班沒有及時處理 且補習班人員處理態度不佳 要求賠償以及公開道歉 經過多次調解後 談判破裂 鬧上法庭 也找上教育局存情 而另外家長也質疑 副班道是行政管理職 補習班卻讓未成年人擔任 心智根本不成熟 補習班在當天的時候 就立即通知公職生的家長 補習班不能夠再請他繼續來 對於他今天的一個不當的一個研究的部分 補習班是非常遺憾 那也針對這件事情的部分 是積極的在尋求跟家長的一個良解 事件陷入焦灼 雙方對付公堂 只希望學生到補習班可以安心上課 這有劉志展 王志文 王怡婷 桃園報導 第一時間還以為看到了阿飄 黑夜阿婆跑到對面路口 接著掉頭爬回來 繞一圈 在路邊吹手掌疑似磨破皮 黑夜阿婆最後手不盆栽 勉強站起身 但腳似乎原本就已經受傷了 但腳似乎原本就已經受傷了 假設他爬到路中間有那個車子 就是騎比較快的話 可能也會沒注意到 實際來到黑夜阿婆居住的 台南之間名宅 原來他住在教會朋友家多年 因為臀部長腫瘤 只好用爬的 好幾次差一點就被路過車輛撞到 聽啊 聽喔 我家有生的 整顆的 你都不早死啦 你也要去街邊 黑夜阿婆半夜醒來想散步 只是穿黑色衣服出門爬馬路 超詭異 真的會嚇壞人 記者帶觀賞王書宏 台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穿著粉色洋裝的婦人 氣撲撲的只見她 雙手插腰緊皺眉頭 臭著臉站在公車前 肉身當大車 客運司機你看我 我看你現場僵持了十多秒 監視器畫面中 當時被攔下的這台公車 原本行駛在美村路上 綠燈亮起後 停了好一陣子才終於起步 原來是被婦人攔車 進來接一張便條紙 然後說要抄公車的車牌 說跟他招手都沒有停 然後在罵那個 應該是在那邊罵那個公車司機 回到事發地點在台中美村路上 原來當時婦人站在紅綠燈下 藍公車 距離原本停庫的公車站牌 將近一百公尺遠 司機揮手示意 沒想到婦人氣炸了 直接站在公車前 反控使司機不讓她上車 耍任性也沒用 按照規定 公車必須在停靠站才能上下課 若隨朝隨停 豈不是交通大亂 公車業者說 類似情況其實經常發生 但肉身擋車實在危險 儘管未接貨報案 警方說行人站在車道上阻礙交通 違反倒交條例 將開罰五百元 接著韓正信我彭新台中報導